这凡克牙堡不是一珠宝品牌吗 注意啊 别的可以叫品牌 但是凡克牙堡人家叫珠宝世家 可是跟万表跟天书有什么关系啊 高级制表讲做工讲复杂功能 凡克牙堡也讲 只不过讲述的方式不一样 怎么个不同啊 高级制宝也好 反凯牙宝也好 都很专业 但是呢 他们的维度不同 你就拿上次咱们做的那个 腕表设计中的这个 代相不好的问题来说吧 作为高级珠宝世家 人家在这方面是天生免疫的 哦 那有好的 我也来一块 嗯 我不太确定 你能不能买得起 但是下次如果见到女客 最后戴反凯牙宝的表的话 你能认出那些复杂功能 能点出那些传统的工艺 就OK了 还是先看看再说吧 假装在巴黎 夏天的夜里 少女优雅身姿 在塞纳河畔徘徊 手捧鲜花的少年 在桥上期盼 积心让男孩22次突然转身 方能换来与少女的二次相遇 每一次拥抱都弥足珍贵 每一次亲吻都 反凯牙宝情人桥 Lady Arbel Pondesamuha 专业上讲 它用的是一种复杂功能 双逆跳 但这种复杂功能 是专门为反凯牙宝开发的 反凯牙宝甚至还有更顶尖的复杂功能 活动人偶 这些表的表盘上的法郎 也是顶级工艺啊 夜间版用的是灰度灰法郎 Grisay 它属于这个微灰的一种啊 如果说卡斯法郎是将义 威惠是大师工艺 工匠和大师还是有区别的啊 在艺术装饰和珠宝工艺方面 你在别的地方看到的顶尖工艺 可以这么说 快赶上方克牙宝了 方克牙宝的起源是一段因爱而生的故事 它的高级珠宝 珠宝和万表讲的是动人的故事 爱意希望与幸运 这些积极乐观的价值 唤起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方克牙宝的独特之处啊 可以说是这么三点啊 独特的设计 高品质的个性宝石和非凡的技艺 方克牙宝的作品的灵感来源 一般是自然 幻想世界 爱情啊 舞蹈艺术和高级定制时装 它的历史很悠久啊 曾经开发出很多傲然于世的工艺技术 但是创新也是百年世家的执着追求 珠宝石家有一些独门秘迹啊 像这个隐蔽式镶嵌啊 白宝侠啊 还有一会儿你看到的ZIP项链 都是它独有的 这是ZIP项链啊 话说是1930年代 温莎公爵夫人找到这个世家 说你能不能用这个ZIP这个灵感 做一个珠宝作品 因为ZIP在30年代 是一个很杰出的设计啊 珠宝世家不负众望啊 在1950年终于造出了这款 ZIP项链 钻石与黄K金链条勾勒出新型图案 镶嵌红宝石和钻石 使人联合起优雅的蕾丝 而拉链本身呢 遍布钻石 以金丝修饰出流苏的动人形态 完全拉上 则可以变成一条华丽的手链 这件杰作不仅充分彰显了 高级定制时装 是方克亚宝最爱的设计灵感之一 而且别出新材的设计 更体现出世家对高居珠宝 可转换式设计 和多功能珠宝的偏爱 方克亚宝的工匠大师 被誉为黄金之手 那么传统的工艺 伴随着对创新的不懈追求 才让世家完美的记忆得以延续 黄金之手嘛 必须手把手传授 再给你讲一个用机械装置 表示天文现象的 方克亚宝用机械机器 展示星体运行的行星轨迹 当然流星是指示时间的 微绘方式表现太阳和肉眼 能看到的五大行星 但是每颗星球都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 这个腕表还有一个独特的功能 就是标志你的幸运日期 幸运始终掌握在手腕上 制表与舞蹈 总有相似的情感体验 追求完美精确细致 以及令人兴奋的目眩神明 Lady Alphabella Balladina Musicale的腕表 我们之前有一期专门介绍过 这款表的复杂功能 涉及到动偶音乐盒和钟琴 腕表发出的每一个旋律 都是经过特殊编排的 动画表盘镶嵌祖母绿 红宝石和钻石等珍贵宝石 代表法国 美国和俄罗斯的不同舞蹈流派 我们说这个手表上有机械和数字之争 当然这是一个很广义的概念 这款表毫无疑问是机械的 但是它也一种数字的方式表现实践 这是非常独特 这是你在别的地方见不到的 这个腕表表盘上有12朵花蕊 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有序绽放 就是说每当整点的时候 就有一些对应小时的数量的花朵 展开 而分钟呢 是从表盘的侧面来显示的 纯机械的啊 这个在整个高级制表机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你现在还怀疑凡卡牙宝的制表工艺吗 对凡卡牙宝高级珠宝世家的这个机械万表作品啊 我们只讲了它的机械部分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上面还有其他的一些传统工艺都是什么呢 打在弹幕里 当然了我是专门讲万表的 不过即使是珠宝阶级器的专家 来这里也只能是盲人摸像 所以我强烈建议你亲自来看看 不过顺便说一下啊 北京现在所有的景点都需要预约的哦 如果你看了以后 回来把你的观岗也打在这里 感谢大家的陪伴 谢谢 下次见